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他宣布參選桃園市長 遭到了黨主席朱立倫電話關切 引發黨內茶壺內風暴 黨中央打臉羅志強 說他民調輸得一塌糊塗 不過朱立倫他沒收初選也哀哄 國民黨沒有展現團結 卻火車對撞搞內鬥 讓支持者失望透頂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宣布要參選桃園市長 還要辭掉黨副秘書長 我是最強的人選 為國民黨贏回桃園市 但是如果我不是 我也希望我的努力 可以激發更多同志的努力 成功不必載我 不過傳出朱立倫 和他通電話的過程中 曾嗆就算魚死網破 也絕對不會提名他 這種話朱立倫到底有沒有說過 在那通電話之後 我也有情緒 是無奈 國民黨團結最重要 我也不會再去回溯 裡面的各種用詞 把私下對話拋上台面 和黨中央形同撕破臉 黨中央說不提名羅志強 原因是這種 地方議員表達出來的狀況 也是一面倒 羅志強很弱 選車會已經排除羅志強的提名了 地方也反彈 民調也輸 不只是輸給民進黨對手 而且黨內的也輸 黨中央橫打羅志強巴掌 但朱立倫學蔡英文沒收初選 自己決定提名也一樣愛轟 朱立倫你還想學蔡英文 你是腦袋燒壞掉了嗎 那這個時候你以為 你黨主席命令別人 要怎麼樣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我覺得朱立倫腦袋完全燒壞掉 如果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國民黨今年2022一定會輸得非常難看 民進黨在現在都還沒有決定人選 國民黨急什麼呢 自己打成一團何必呢 選前的提名時刻 國民黨身為蔡野黨 不但沒上演大團結 還火車對撞上癮兇猛內鬥 恐怕支持者全搖頭 記者臨戰監視光號 SNG小組臺北報導